韩国歌手赛的七马五曾经靠着网络在国际间造成了一股风潮 是的 那现在互联网上也流传着一首中国歌手的舞曲 轻快的节奏加上无厘头的歌词在网络上快速窜红 这首歌叫做小鸡小鸡 歌词大部分是模仿各种动物说话的声音 主唱歌手表示 他曾梦到一个农场里的各种动物七嘴八舌在开会 这个梦就成了歌曲的创作灵感 虽然这首歌听起来让人摸不着头绪 但被上载到YouTube一个多月以来 已经有超过一千万个点击率 歌有不同的娱乐效果 那这首歌的作用我认为它在于减压 这首歌它的价值就是在于 让你变得很简单 简单的快乐就可以 你只要去消费它就行 不用想太多 YouTube在中国遭到封锁 因此网络上一千多万的点击率 都来自包括欧美等其他国家 小鸡小鸡这首歌曲呢 能够在欧美国家受到欢迎 就是外国人听起来的时候呢 他觉得这个节奏 这种音色 这种鼓点 和他们听到的 国外最先进的这些舞曲的 这种音色和鼓点 是一模一样的 小鸡小鸡的成功 再次证明只要有创意 靠着积压动物也能走红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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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节奏 是我们下期见